台湾民意基金会 今天丢出了一份民调 我们来看看 它的民调只有一题 说你乐不乐见 柯郭配柯文哲配郭台铭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好吗 还是你觉得不好呢 我们看起来年轻高学历的族群 相对是支持的 33%的人说OK 我乐见 可是有将近五成的人说 这样不好 我不乐见 如果我们用年龄来分布 来看的话 像是这个绿色的是支持的 那红色是不支持 就是不看好的意思 越年轻的越乐见 越年轻的越觉得郭柯辈 不错啊 不错啊 越年长的觉得不太好吧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民意调查丢出来之后 侯友宜当然也被问到这一题 侯友宜的回应是说 哎呀跟谁配都不重要 我乐见 我能够当选 我一定会自己努力往前走 而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民众党到底要怎么跟国民党合 虽然刚刚辉文兄说 哎呀不想看什么蓝白合 可是的的确确你看到在区域立委这里 有丢出来说 现在有可能要合 你比较弱的区 我提名 那你比较强的区 我就不提名 这是从民众党党内人士 丢出来的讯息 民众党立委布局将形成另类的蓝白合 在蓝艰困的选区 那我们民众党就建议 蓝你让我们嘛 让我们来选选看嘛 你不要派人嘛 可是在深蓝的选区 譬如说大安区 那我们民众党我就不提名 让罗志强去跟阿苗对战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可是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是不是侯友宜现在民调差 比较落后 也让这个民进党吓一跳 说怎么这么弱 现在传说还是这样子 这个幕后的讯息 来自这个New Talk的报道 他说侯友宜这么弱 吓坏大家 吓坏谁 吓坏谁啊 吓坏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暂时要把打猴 这一招的剑靶转向柯文哲 这是来自绿营人士的放话 他说过去打猴 这个策略是正常判断 可是现在看起来 猴真的很弱 所以是不是要改功科呢 可是如果又担心 功科功太凶 反而会有反效果 弄伤自己 所以面对柯文哲 到底打还是不打 要特别谨慎 怎么打还要细细思量 那另外呢 这个柯文哲的支持率攀升 跟侯友宜有关 如果侯的问题未解决 柯文哲也可能会成为绿营的隐忧 所以你看看呢 这个蓝绿白三方都在看 都在看看 也都在从民调上面来回应自己的选战 节奏跟策略 而另外呢 必须讲 郭国文 郭国文也有一些回应 他说 这个柯文哲民调上升 来自国民党候选人 出了很大的问题 并不是自己赖清德怎么厉害 而是这个或者是怎么弱 而是国民党有问题 国民党如果整合失败的话 柯文哲就会成为民进党的问题 那意思是什么 如果国民党后来真的整合失败 国民党离开舞台 或者在舞台上面很不显著的一个角落 那柯文哲将会变成 民进党最大最大的问题跟隐忧了 而另外呢 所谓蓝白河 蓝白河 或是白蓝河 讲了这么久 那现在看起来 蓝军是不是也开始有骨气了 那源自于台北市的副市长 川伯这一局 柯P打川伯 蓝军回流 侯友仪吗 反而促成了蓝军团结 不想再跟柯和了吗 我们来看看呢 李四川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登了一篇漏漏等的贴文 大概意思就是说要大家评评理啊 如果不是大巨蛋 我何必受你们这个民众党的鸟气呢 这个贴文一出来 李四川的脸书底下一大堆大咖来留言 包括了韩国瑜 包括了侯友仪 还有好多大大小小的明代 都来留言了 可是必须讲 韩国瑜的人气真的最旺 按赞的人 四千多则 回复两千多则 相对于侯友仪 就这个看起来 才两百多则回复 那侯友仪只有一百二十五则回复 按赞也只有五百七十五个赞 这个人气的高低 其实差蛮多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 包括大数据专家 张佑宗 他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老师 教授 他说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个赖清德很稳 有大很多人都在预测说 赖清德很稳 反正蓝跟白在互打 可是他说 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 始终没有突破四成 而且不同民进党的民众超过五成 就是打死不同民进党的有五成 显示赖的选票顶多只有四成多 如果再把不投票的人扣掉 赖清德可能没有想象中的稳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各地传出各种状况 我讲的是民进党 在基隆的立委选举这一期 有隐忧生变了 因为原来提名张炳君 他是基隆市市议员 可是最近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 已经被收押了 所以民进党内部就在说 哎呀我们现在赶快再把菜适应给叫回来 赶快回锅就可以连任 如果你要协调第二名的市议员 郑文婷接棒可能有变数 所以蔡世英是最佳人选 另外我们看到立委起跑之后 会不会战局又重新洗牌了呢 我们看曲照翔老师就讲了 赖清德最重要现在是要稳住基本盘 虽然最近没有比较大的选战动作 可是他的组织跑得很勤 代表赖正在绑装打组织战 先稳住民进党的基本盘 最后再跟侯柯做决赛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暗中盘算 来问问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这一局 为什么游云龙要做柯郭佩 早上我看到我吓一跳 安那是柯郭佩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一题 因为人家郭台铭又还没有表态 他搞不好连署就成为另外一组候选人 而且民调搞不好一开始就是第三 又不一定是第四 搞不好有更倒霉的人当第四 而且我跟你讲 选举很少人在第一时间 就在谈南白河的 我跟你讲 民众党跟国民党是毫无关系的政党 而且长期是对打的政党 而且民众党还要保他的不分区 你去想一想当年宋楚瑜跟连战 宋楚瑜那个时候清兵党还没成立 还没有不分区的问题 宋跟连从头到尾有在谈连宋和吗 没有嘛 都先各跑各的 然后到最后再来弃保 这个才是正常的打法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现在就是正常的打法 赖清德也是 柯文哲就说我就是要把你拉开 我就是要冲前面 那你最后你认为不想让赖清德当选 你就会气饱跑来支持我 是 他这个选举逻辑才是对的 赖清德也是 赖清德他就发现 他大概充不破40 常常掉回来35 所以他现在就吃小口的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慢慢吃才不会消化不良 所以才会丢出私立大学补助那种议题 就是说我就针对各种族群 这里吃一口这里吃一口 搞不好每一招都增加个5万票这样 慢慢求 对 因为他的基本盘35盘稳稳的 所以他就大概丢出10招吧 可以各拿个5万票那一种的 那最后他就增加50万 那他就当选了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策略都是对的 我就不知道侯友宜在打什么 因为你首先要把自己弄高 就你的基本盘 国民党不是没有基本盘 柯文哲反而基本盘本来是不确定的 对 因为他没有打过全国盘 国民党的全国盘大概知道在哪里 怎么你连基本盘都弄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郭国文讲的很对 我从来没有看过国民党的候选人 会出这么大的问题 就连基本盘都出不来 然后结果你党内在讨论都在讨论 南白盒干嘛 这不是很奇怪 我跟你讲 现在白根本懒得看你 真的 我就冲高你自然就被气饱了 我何必去理你呢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这一局我们坦白说 赖金德虽然35到40也满稳定的 可是要民进党下架的六成也是满稳定的 所以对柯文哲或侯友宜来讲 你应该就是要稳定成为这60%里面的领先者 那到了最后两个礼拜 你就可以开始打出诉求 说不能让民进党当选 大家要集中选票支持第二的 没错自然就有气饱 当然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打法 所以你现在谈南白盒真的很奇怪 这种议题没有意义 就是大家各自先跑 跑到最前面的 如果你领先幅度超过民调的误差值 超过5%以上 到最后自然就会有一些票 就流到你那边去了 是 来 惠文兄怎么看 刚刚秦子给我们看李四川的那个 加油的这个 就是韩国瑜跟侯友宜的人气 就是有些观众朋友还在 四年前的 你看这个韩国瑜的按赞 就是四年前他少了两个零 韩流连一半都没有 所以有些直播主有些人 你看这个韩国瑜去留言 按赞剩这么少 那钱子这个就很现实 人在人情在 没有什么韩流了 还是有人很支持韩市长 但是跟四年前比真的差得非常多 那侯友宜要去检讨说 韩国瑜不是候选人 他的人气还比你高 你在干嘛 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我们下午 在中和这边的这个画面 这当然就是因为下大雨 所以就很多地方是这个积水 这谁的选区 这样在侯友宜的大本营 这在新北市 我想请问刚刚这个毛哥也讲 他跑去桃园跑行程 我不是说你不能跑行程 但是当年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 留在高雄看家的人是谁 韩国瑜 韩国瑜去选总统的时候 在高雄看家是 李四川 我刚才走心了 你不能让富控Cue你 富控不能作弊 富控这样作弊不行 以后要把那个intercom切掉 我刚才失神了 好 来 继续 你不要一直看着亮哥 你要看着我 你看亮哥干嘛 我在看老哥 你还要去帮柯文哲主持 我还没给你顺帐 亮哥说国民党基本盘 亮哥Cue我 我来给大家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我昨天就拿出来了 请观众朋友看 这是大概半年前 去年的11月26 这是县市长的得票 我先帮民众党讲 华越民众党提名的人很少 就黄珊珊跟高宏安 还有谁 民众党没有人 县市长那个陈福海 是后来才加入民众党的 那结果大家很清楚 就是国民党赢 国民党赢了将近100万票 那前置我的重点在这里 请观众朋友 你自己问 去年国民党赢的时候 有没有柯文哲 当然没有 那时候柯文哲自己有民众党 这个国民党赢的时候 是没有柯文哲的 那我还要问 这个时候有没有郭台铭 也没有郭台铭 所以国民党去年慎选的时候 没有柯文哲也没有郭台铭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 柯文哲跟郭台铭 你自己问说 你是第一大在野党 你为什么不能选呢 你怎么一天到晚 我要去求亮哥 我要去求毛哥 你就自己 刚刚亮哥讲那个气宝 我完全不同意 郭正亮的气宝 我来给你这个 蕊一下 就是说胡游宇摇摇领先 然后赖清德跟柯文哲的资责 那我到底要投谁 第二名跟第三名 应该是留给赖清德跟柯文哲 这个就有志气了 本来就是这样子 郭正亮加入民进党30年 你以为我相信他 我早就怀疑他了 我跟你讲 他退党是被人家检举 其实他还是爱民进党的 你那个是小说 30年的感情 我讲的是现状 你那个才是小说 我讲的是半年之后的现状 他是有志气的 对啦 他是有志气的 七十八十 就是我侯友宇跟柯文哲来气宝 他那个假设前提是赖清德第一名 是啊 我假设的前提是侯友宇第一名 是 本来就是这样子 一起写小说 对… 公平… 不能… 这个我是开玩笑 亮哥 我是很尊敬 我是说国民党要自修 你去年的这个来 导播再一下就好 这个东西就是国民党 你要想说 为什么我们去年赢的时候 没有柯文哲跟郭坦临 我们一样可以赢 国民党要自己硬起来 对 没有错 国民党我也主张你要有志气 我不要卡不住 说我要找谁来帮我站台 要有志气 毛哥 真的 我完全同意这个 国民党不能输到没股气 没出息了 现在就开始指望东指望西 然后自己什么该做的都不好好去做 所以我刚上一段 我说侯友宜应该把时间花在家里头 多读点书 我还是认真的 广告 因为广告的时候 我受到大家说我在call他 我说真的没有 因为你去看 他如果说自己现在出去 要读哪一本 智库给他三十几本 要来得及吗 每一本前面他只要读两页 一个话题出去 就可以讲五分钟十分钟 那柯智人陪他读 柯智人陪他读 或是郭正亮陪他读 就可以 郭正亮陪他读 如果顺便还愿意 帮他置入一下开个直播 柯智人陪 我跟你讲 这个网红直接把他的流量灌给他 直接灌上去了 对 这个就强了 一十二鸟 最猛的杀招 所以说侯友宜自己有没有这个悟性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他总不能说现在天天还在那边 好好安壮好安壮 搞不处清方向该怎么走 不如在家看看书 说真的他必须要静得下来 把能吸收能转化 再提供出来给大家参考的 要不然他出去 你现在再这样子讲话的模式 跟所有去阐述政策 跟证件的那种方式 不是怕被骂 是怕人家连骂都懒得骂 他现在已经面临这个状况了 那今天你说赖清德多稳或怎么样 我一直都不觉得赖清德多稳 要不然你试试看 你赖清德敢不敢 像大家现在在讲2000年大选 你敢不敢像沉水扁一样 开个水平出来比一下 你也卖一下你赖清德小物 我看谁会去买 你会像蔡英文那个番茄炒蛋 卖到连我这种 国民党发言人家里头 都摆着好几本吗 真的 莫名其妙都一大堆人拿来送 对 真的 那你说台湾加油站 侯友宜敢不敢学 马英九那样卖卖看 试试看 因为这叫人气测试 而且现在已经所有 全世界都一样 你最重要的通路不在马路 在网路了 选票也一样 要走走看 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打敌人 你不知道怎么去得分 那你就在家多读书 甚至在家开直播 给人家看我在读书 我跟你讲 这都还比较有帮助 不要跟朱立伦乱跑 他只是抓你出来遛猴 给大家看 被朱立伦耍 你真的是 我又不想讲他 提供给猴团队参考参考 进一下广告